可以再幫我調回去嗎?沒關係,把這一頁好,把這一頁好 無所謂 對,很高興今天來焦點分享 剛剛聽到前面四位分享者對我們講說創業有很多創造解決社會的問題以及社會的方式的話 我希望今天在這邊在焦點最後一個分享者 我希望能夠用這個十分鐘的時間來好好的荼毒各位,來好好的污染各位 因為我的創業就是為了賺錢,什麼都沒有 我今天就要代表了這個這樣子的理念,來告訴台灣說 有這樣的一群人在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呢,就是用我個人非常偏頗的觀念講這件事情 所以請大家bear with me 我一出來我就覺得自己,我先簡單介紹自己的背景 我在台灣念完高中以後出國,念UC Berkeley的物理系 接下來我人生走上了一條有問題的路 就是因為有個遊戲叫做德州撲克,它非常的紅 然後我玩以後發現我永遠的不會輸 於是我就花了一段時間在德州撲克上 這段時間我在電腦前面,右邊是PDT的螢幕 我可以同時玩二十個網路的賭博table 原因的是,我可以用程式去抓取我對手所有的紀錄 它多少%會call,多少%會蓋牌,多少%會race 它遇到這個台面多少%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全部用數值分析的方法去分析我所有的在網路上遇到的對手 於是我可以用combat出一個行為的pattern來對抗他們 於是我在這個遊戲上面,就是有一個非常大的收穫 然後,我住在拉斯維加斯,然後我住在蒙蒂卡羅 我住在Parasite Caribbean這些地方,然後不停的賭博 然後大學畢業,在這段時間我就稍微做這樣的事情 直到我覺得非常的無聊 因為我覺得我每天都一直在做同樣的事情 然後這個加坡就有點像是我的偶像 因為他基本上把物理跟財經結合在一起了 然後他基本上是哥倫比亞財工所的創辦人 然後我很仰慕他,我看完他的書 我覺得說,這是應該我做,應該做的事情 於是我在拉斯維加斯內華達考場考完GR1 我就前往哥倫比亞念我的博士 然後念到一半,我的生活已經有點回不去了 因為我原本每天都還蠻花天酒地的 然後我就進入我華爾街工作 剛好遇到金融風暴 然後我的大學同學,就是博客的大學同學就說 嘿,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公司 叫做Prayton,你要不要來 就是這家公司 因為只有十分鐘我快速的帶過 這家公司在2008年成立 基本上是做Facebook遊戲的公司 那如果現在還紅,你們還可以知道的話 就有一個遊戲叫惡語愛洗澡 那這是基本上我們做的 然後還有Temple Run這個遊戲 我去把它買下來 他去別做,我們把它買下來 然後各式各樣四十幾款遊戲 都是我們當時非常紅啦 但是現在因為沒有人在玩Facebook遊戲了嘛 然後就不見了 比如說右邊有款遊戲叫做 Sorority Life 它是一個姐妹會傳說 這遊戲呢非常智障 我真的不懂為什麼有人會玩 就是你在Facebook上,你是一個姐妹 然後你帶著你的姐妹去Shopping 每一件衣服都是Gucci,都是LV 一模一樣的,只是圖案 但是他一件衣服要賣0.99 誰會買啊 明明就是有人會買 然後呢 有一個下午的時間 有一個Account在這個遊戲上面 花了三萬四千美金 然後我們覺得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回去問我們工程師說 這要怎麼辦到 因為你要結帳三萬四千次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然後我們說 我們工程師就說 我們做了很貼心的Buy All這個選項給他 讓他一起買 對 對 所以這家公司就是一個 基本上我們就在做一個沒有成本的銷售 我賣圖案跟數值給你 然後你買了 然後還有很多Hardcore RPG的遊戲 比如說你買了火焰之劍 我就會推薦你冰凍之劍 你買了火焰之劍 跟冰凍之劍 我就送你神聖之劍 神聖之劍的時候 你還有這些各式各樣的所有畫面 所有你能夠想到的招數 所有你會被遊戲騷擾的方式 都是我們08到10年的時候想出來的 當時08到10年我們自認為自己是一個披著遊戲的皮 但其實是最強的行銷公司 因為我們把不具價值的東西賣給 當時我們每一個遊戲都有幾千萬的用戶 我真的數不出來 但是我們賣的是不具價值的東西 那這間遊戲在10年的時候 公司做到極大的挑戰 就是開始有手機遊戲這麼一回事 然後我們就問自己說 那我們是不是要開始做手機遊戲啦 這時候我們CEO就跑過來 就告訴我們說 不要做了不要做 我們把公司賣掉 創辦者是三個人 這都是博克萊的同學 我不是創辦人啦 我是後來加入他們說 我沒分到那個錢 沒分到太多 然後CEO就說 我們不要做 我們把公司賣掉 我說要賣給誰 就賣給了 迪士尼 然後這家公司 就賣的時候 也是一個很好玩的故事 我可以講一下 可是時間長這樣 好沒關係 那就是 我們他說 那你要怎麼樣 我們的工作一直都在upsell 我們的產品 我們產品本身不具價值 但是我們賣一個 一塊美金一塊美金 所以這個CEO 也是非常會upsell這間公司 他說 我們不去市場上面尋價 我們請貴司 就是知道自己的快 我們都市值 大概就有一定的數字 因為原本三人 到後面 一零年的時候 我們就有四百個人 然後我們CEO就說 我幫你賣給迪士尼 那時候迪士尼最大的股東 叫做賈伯斯 因為賈伯斯跟迪士尼 Pixar跟迪士尼有個換股 然後我們就跟他開會說 安安賈伯斯 我們有一間公司 我們想要用兩百億的台幣 價格賣給你 然後賈伯斯就說 哇靠 你這什麼屁公司啊 兩百億 我不會請一百個蘋果工程師 你這些程式 你以為很難嗎 對 然後迪士尼的 The Chief Engineer 工程的首長就說 他叫Paul Allen 他就說 兩百億那麼便宜 是七億美金的意思 七億美金那麼便宜 你就直接把它買下來 我也懶得去找那麼多工程師 因為我們CEO很會賣 因為迪士尼有主題樂園 有遊戲嘛 沒有沒有 主題樂園有電影 有一大堆公展 可是他們沒有遊戲 那你知道CEO這個時候 一個CEO最重要的價值 就是會講一大堆 播出我們就是 一加一大於二 Synergy 對 然後說 兩百億就賣出去了 然後 我們其實這個價格 兩百億有一點算是 就是碰通 它其實實際上沒有兩百億 最後賣的價值是一百五十億 但是我們CEO跟他講說 你看我們的線圖正在網上 半年後還有 我順便成長的空間 所以半年後再成長 你要把後面的五十億補給我 然後大家說好 然後我們就到這裡以後 就再也回不去了瑞芬 因為我們人就全部都走了 還有三分鐘的時間 今天我們沒辦法分享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 我只能分享說 我們怎麼樣在兩年的時間 創造出這樣子的價值來 那主要是 所有 我們歸納出我們找到一個公式 所有的結論就是 任何 任何 只要是對應到消費者的創業 都只要有一個公式 你只要達到了 你就開始擁有無盡的金錢進來 叫做Lifetime Value大於CPA 什麼叫Lifetime Value呢 就跟CPA CPA是什麼意思 就是 你花多少錢 可以得到一個客戶 很好理解嘛 比如說廣告 那 廣告 你花多少廣告費 可以到一個用戶 那Facebook上就是 你投入多少廣告 你可以得到一個用戶 那Lifetime Value 就是 平均一個用戶 在你的任何一款遊戲裡面 花多少錢 因為很多遊戲是很Free User 但是有一個人會花超多錢 然後 那一個人就要負擔其他所有人的收入嘛 對不對 所以當你的LTV大於CPI的時候 中間你就可以發現 你有一個無止盡的廣告空間 因為你花的錢是X 然後你每一個X得到的錢是Y 那你的利潤就是Y-X 你就一直Y-X乘N就好了 所以 怎麼樣 例子 這我有舉一些很好的例子 但是我們時間可能不夠 那Lifetime Value 重要的地方 就是你要怎麼樣 upsell你的每一項產品 那Custle的Questation就是 基本上現在滿死的 就是大概一個人 大概是用0.7美金買到之類的 那我隨便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今天焦點是一個 非常好的分享平台 它基本上不太像是一個盈利組織嘛 如果我們要用這種 像我這種邪悅的思想 去把它變成一個盈利組織 我們要怎麼做 每一個座位現在焦點 大概是200還是300塊台幣嘛 對不對 這是屬於一個 線性的收入成長 這種我們不喜歡 我們希望是 喜歡焦點的人 要能付無資金的金錢在焦點上 然後不喜歡焦點的人 就是付200 300就好 所以這邊每個位置 300塊200塊 這是不合理的 你要告訴他說 這邊有個位置 叫超級VIP位 這個位置要2000塊 會後還可以跟所有的 這樣子合照 然後還會送你甜點 送你什麼什麼 有的美的東西 然後你要怎樣 就是你可以瘋狂的upsell 這對你來說 就是一個原來200塊的位置 但是你賦予他權利 跟你賦予他 就是 不同的精神 以後他就會變得有價值 反正你照賣 有人會買單 你就贏了 沒有人會買單 再賣回200塊 這是一個Dynamic Pricing Model的一個概念 那 還有一分鐘的時間 於是 這間公司成功了 我們被迪士尼 我們被迪士尼 買下來綁月以後 我們現在一群人回到台灣 剛剛中間三個人 現在跟我有非常頹匯的生活 所以我們回到台灣 我們想要做一個創投 因為我們變成 我們創業成功 我們可以開始投資一些創業團隊 但是我們回到台灣 看到那個創業的環境 有夠之差 而且創業的手法 有夠讓我們不能接受 所以我們就創了一個新的創投 是今年二月的事 我們已經投資了三家團隊 我們速度算快 只要兩個禮拜 我們就可以有結果 而且我們告訴他說 你要聽我的 因為我們能夠創造價值 然後我們可以把你到北美去賣掉 因為台灣不會有人理你 台灣沒有這種併購的生態 我還有49秒 就是5%是什麼意思 是大家創業成功的機會 這是一個統計的數據 數據從哪裡來的 是Y Combinator的錄取率 Y Combinator通常保證 你能夠得到第一輪的募資 所以當你得到Y Combinator的錄取了 你就大概一定有錢 所以5%也會是其他台灣 你看到任何團隊裡面 拿到A輪募資的機會 所以我們可以大致的說 你創業成功的機會 大概5% 那看到5%以後 你要怎麼對這個數值反應 我剛剛說我是數值分析專家 有兩種人 一種是5%好低 於是我要仔細的研究 我所有團隊 然後我要想辦法提升這個團隊的數值 然後讓他成為一個 10% 20%繼續往上 聽起來很合理嘛 對不對 其實正確的做法不是這樣 正確的做法是想辦法擁抱這5% 你必須告訴你的團隊 你的生命周期要夠短 你要三個月內就把它解決掉 你要必須 你要投資的時候 你要投資越多越多的團隊 但是希望他們 越快速越快速的做出這件事情來 三個月你就需要看到Traction 三個月你就需要看到 這支這個公司的團隊的價值 接近億元台幣 否則的話你就把它砍掉說 我不要做了 那實際上我也有舉出 我們投資的團隊也是三個月做出一個 這樣的例子來 但是我現在可能沒辦法舉它 就是一個 這個 最後一個東西 對 這支這個團隊大概兩個半月了 第三個月我已經把它丟到市場上去 那這個東西 雖然看起來很美國 但其實完全是台灣人做的 所以 我們只把自己偽裝成一個美國的公司 以其中得到更多的價值 那 我們馬上 6月10號就會上Kissart去募資 募資成功後 馬上為Aaron募資 那Aaron募資就是 通常Kissart的失敗 你就不會 繼續做這件事 就當作沒有人要你做這件事情了 那Kissart一成功 你馬上就可以募資 就是矽谷裡面最紅的觀念叫Prettyping 最後講完這個觀念就結束 創業你能夠遇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你有一個很好的 你覺得你有一個很好的產品 然後你花了很多心力 很多時間去做 結果他不賣 這是最可怕的問題 所以什麼叫Prettyping You want to know the right it before doing it right 所以做最正確的事 在創業裡面並不是 並不是把那個產品做好 而是先確定他能賣 我的工作就是確定事情能賣 不管用市場手法 還是用各種 我現在沒跟大家分享 我演講的話是30分鐘 沒辦法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所以 如果我今天能夠污染大家 能夠留給大家什麼 就是 要跨離 要 擁抱失敗 不要拖 大概就是這樣 創造價值 沒有 謝謝